大家好,大家看到這個項目的環境是否非常漂亮呢? 這次我們雖然是介紹珠海公寓 但是這個公寓周邊的環境是舒適到不得了的 如果你是以自用的性質為主的話 我相信這個公寓會非常適合你 它位處於珠海的金灣三組這邊 也靠近機場,正正由於靠近機場 所以它附近的樓全部都不會物質質的 是比較開揚一點,因此這個項目的景觀是非常開揚非常漂亮的 現在事不宜遲,我們馬上交給主持介紹一下 這個航城山海會公寓到底裡面的環境是怎樣? 關區置業要找可靠具誠信的代理幫你手 歡迎上我們自家兄弟旺角總店這裡聊天 在這裡我們可以提供舒適和具私隱道的環境 和你黑談樓盤細節 前往的方法相當簡單 你只需要在油麻地站的A1出口 轉過來彌敦道這一邊 向太子方向走過去 約一分鐘的時間就可以來到銀座廣場 又或者你可以在旺角站的A1出口 向佔沙咀方向走六分鐘 一樣可以來到銀座廣場 詳細的地址就是影片的下方 今天腳步我們再次來到珠海金灣區的 航城山海會 以前我們曾經拍過它裡面一些 三房起的住宅產品 但是今天我們看一個比較小的 幾百呎大概是四百多呎起步的 總共銀碼五十多萬就可以入手一個小單位 徵裝修准現樓的一個樓盤 目前其實它跟傳統的工業有所不同 它是七十年契的私樓產品 即是內地叫做可入戶可入效望的這個產品 可能有朋友問到 如果五十多萬在珠海 能不能夠有東西可以買得到 好了今天這個產品 值得大家過來留意一下 事不宜遲 我們現在馬上去瞭解一下 山海會的這個showroom那一層 我們看到它是有三部升降機的設計 對了 然後出來三部升降機 出來之後它是十八火的一個設計 出來之後 看到左手這邊是有幾火 而右手這邊也是有幾火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它這個產品設計其實是相當激章的 還有很多我們見過有些單位不同 有些好像整個整層造酒店那樣 它是門對門的 但它這個不是 它這個不是 另外一樣東西它也不會像鑽石樓那樣 鑽石樓那樣 鑽石樓它只有一面採光 就是單位裡面採光 但它這個做了是圍繞著這個中間的中空位 所以它能夠做到每一門 不會門對門之餘 兼且呢 還可以打開這個窗 增加回來的通風和採光 就是這樣說的 如果我們用這一門來舉 例如我們開了門 開了門 打開這線窗 還有家裏面的露台 這樣我們就可以做成一個對頭效果 是非常之不錯的這個採光 很多這些我們看到市面上這些 細單位類型的 例如這樣的 無論住宅公寓也好 商業公寓也好 商業公寓也好 這些產品也好 很少可能有這樣的採光通風給大家 所以它這一點 我覺得是很多產品 和旅行的產品已經是尖舉著 有一定的優勢 OK 那我們現在就馬上去看看 第一個示範單位 馬上看這隻是40平做了開放式的 那我們進來看看 我們先看看 然後過來 經過了我們這個門之後 就是我們鏡頭看到的一個open kitchen 用眼所看到的這些基本上 隨著動得到又沒有之外 其他都是交收標準 因為廚房是做了開放式 所以它是通不到天然氣的 通不到煤氣的 我們只能像它這樣用電磁爐來處理 七號煙機這些都是有的 這一種size它最大的特色就是 入門是經過了廚房 所以如果其實 將來我們後期在這裡做一線烤門 可以將我們休息的位置和油煙隔絕開 當然這個烤門就用我們自己合理去做 我們再看看其他 入門就是鋼膛網治療鎖 在這個位置就是我們的toilet 衛生間不算大 肉眼所見到的就是交收標準 麻了一點就五臟俱喘 這邊是旗桿位 旗桿位 旗桿其實就是剛剛夠洗的 始終單位不算特別大 各方面會比較精緻 最後就欣賞一下我們休息位置 休息位 剛才有介紹到它是開放式 即使是盡頭露台這個位置 它也是做好這個封窗的設計 我們這個洗衣機 將來就放在這裡 洗衣機就放在這裡 整間屋來說 就是那邊做衣櫃 旁邊可以做一個小小的儲物位 這邊放一張床 大致上就是一個開放式的設計 而且我們在這個位置 這樣看出去 斜望那邊是屬於東南向頭 東南向基本上向東為主 東向那邊是看到遠處的海景 而且下面這些樓 基本上這些樓 不會是怎樣變的 高層也可以看到遠處的山景 這隻職就是我們40平 如果是想喜歡性價給一點的朋友 可以考慮向北向 看這個屋卷的園區 那時候北向的銀碼 就比較低一點 50幾萬其實就可以有 但這隻如果高層望海 兼且沒有什麼遮擋望山景 這個就要貴一點 起碼要去到60幾萬的交易 大家看出來 遠處海景、橫琴景 近這邊有我們的湖景、學校的大學景觀 然後最外面就是我們的火車站 也就是內力叫輕軌 三造東站 是可以直接去到我們的珠海市區位置 我們鏡頭看到 好,來到港角 我們現在這套單位 是航城山海匯56平做作一房一廳 好似如果想欣賞到這麼漂亮的view的朋友 這隻職 它的入場費可能要去到90個左右 包括這個裝修 如果是想性價比高一點 同樣的尺寸 但面對著北邊 它的價錢相對來說也會低一點 可能70幾萬或80萬出頭 就會有所交易 這個就是我們56平的 我們先看看格局 入門位其實是這裡的 入門位 這個就是我們的入門位 經歷了右手邊 鏡頭左邊就是我的右手邊 這裡就是我們一個開放式的廚房 再來這邊鏡頭的右邊 可以看到我們一個衛生間 肉眼所看到的衛生間 都是我們的交收標準 OK 再在裡面 我們再轉一轉 看看我們這個廳 整個廳是非常開揚的 有兩面的彩光玻璃 大大地增加了這隻的彩光 也非常好 而且這裡其實如果是 那邊做餐廳 這邊做飯廳 或者客廳 都是沒有問題的 整理空間感也非常足夠 而且它是做了一個 一房一廳的設計 待會我們再看看房間 先來欣賞一下這一邊 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外面 剛才我們看到的景觀 這裡是可以看著山景的 即是它是山海景觀 加上湖景資源來的 樓下就是它這個大學城 的一個商業配套 很多學生 老師平時在安堂商業街 下面的超市 全部飲飲食食 各方面配套買東西 全部都是齊全的 全部都是齊全的 走下樓就可以享受得到 OK 看完廳之後 再看看我們最後的房間 這間房間整體來說 空間感覺大小都尚算OK 這張大概是放了一張五隻床 第五隻床可能要陷入窗台 那裏做了衣櫃 各方面都OK的 整體大小的感覺 而且這裏 現在就落了這個沙簾 有一點看不清 但是呢 其實真的對出去 都可以看到這個海景台下面的湖景 好了 那這個就是我們五十六平的單位 趁著這個開關的日子 你又會不會上灣區這一邊看靚樓呢 自家兄弟提供VIP看樓安排 你想到想在哪裏看樓和買樓 想自家兄弟幫你研究 一樣可以找我們 還會和你分析樓盤優缺點 看看是否適合你的需要 跟自家兄弟在灣區置業 還有無常售後服務跟到尾 快點來我們展銷廳了解一下 追求美好生活 灣區售算自家兄弟 對了 可不可以和我們更新一下 我們目前的淳山海會在售的一個情況 我們主要想了解就是公余的那個板塊 那目前和淳山海會在售的話 就是我們十一座 十一座的話 我們折禁的話是交流時間 目前的話在清盤加推 不過我們戶營的話選擇都是有的 現在說就是四樓的話 是做為我們主要的一個輸出 還有八樓和十一樓 其餘有的課員就暫時未加推 不過都可以正前期待 不過這種盤呢 屬於我們一個準演流 所以你未來的一個收益空間是可以看得到的 還有周邊的一個學生分佈 那些的話你都可以現實看得到的 那邊就是那個科技大學 是 科技學院大概有幾萬師生 他目前科技大學的話 他一個建成率的話是65%左右 你會見到前面有一個綠色的空地 山的腳下的話已經在到施錦宮了 目前是山到四萬的一個私心 未來的話會接近五萬的一個私心 所以這裏的一個人流量的話 十分之穩定的 那邊就是我們的金海大橋 然後旁邊就是三道東閘 輕軌站是通過車的 還有就是我們都回歸到產品本身 剛才你說到就是四樓八樓 還有就是十一樓 主要作為我們的主售產品 那我們想了解一下他的幾軌幾貨 那麼戶型面積大概是多大 還有價錢方面會是怎樣進行這個價錢 OK 首先我們這個產品類型呢 珠海的話都是比較少有的 首先我們是四十方五十六個方 不過我們是住宅契利 就是大學區的 大陸買房有學區沒有學區 他的一個價錢呢 未來二手家的翻倍的 還有呢 我們這邊的話 他的話就是三梯十八戶的一個戶型 而且的話我們現在的一個戶型的話 精選的戶型都是我們四十方 四十個方的話 他的一個客群的話比較廣 OK 其實大致上都明白 價錢 我們價錢的話 均價就萬五元啦 平均價錢啦 高的話貴一點點 矮的話便便宜一點 不過 作為我們這裡一個明星產品呢 無論你買高買低 其實都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這裡的話 你無論是投資角度呢 還是度假角度呢 這種產品類型的話 在珠海的話 都是十分之稀缺啦 好 大家現在看到呢 就是我們航城三號會所在區位圖的 可以由地圖見到 它是位於珠海的金灣區這一邊 我們還有一個簡單的介紹 珠海 對面香港 跟著深圳 珠海主要分為呢 就是香州 橫琴 上面斗門 跟著呢 下面這個金灣 這個就是珠海的金灣區啦 那我們樓盤呢 其實它是位於 靠著這個珠海的機場附近的 屬於一個叫空港國際居住區 如果我們簡單這樣細分呢 整個金灣區 它主要分為有幾大板塊 我們拋開最西邊的 高難國際居住區 不說 就用這一部分的珠海金灣區 由珠海大道 以南片區開始計起 這一大片區 屬於珠海的這個 航空新城片區 航空新城片區 再下來之後呢 這裡是屬於一個生態片區 生態片區主要是包括著 金灣高爾夫球場 以及金湖公園的 經過了這個片區之後呢 再下來下來下面 就是我們這個第三大板塊 叫做空港國際居住區 其實空港國際居住區呢 它主要是 除了我們這一個方面的 我們看到藍色板塊之外 旁邊這裡還有一個 是企業的企業板塊 企業板塊它包括著 大家看到有中興 菲利普 湯神培建 聯邦制約 包括著還有我們的博世這些 五百強企業都在這邊 是屬於這個空港國際居住區的一個大型的企業片區 這裡的企業也是有很多人員 以及高職人才在這裡 那麼大大增加我們這邊的居住 以及租人的一個需求 我們再看回到 香港國際居住區這一邊 其實呢 剛才我們有介紹過 無論是航空新城片區 或者是我們這個生態片區 裡面大部分是以一些新樓為主 因為那邊以前其實是平地來的 包括航空新城片區 它可能有一些是填海填出來的 所以呢 它是很容易建到樓 因為平地 高樓浪樓建得比較容易 而相反我們香港國際居住區這一邊 是原有的珠海金灣區這邊的三組鎮 作為一個主要的基礎 三組以前這一邊其實是屬於一個舊城片區 以前的話 如果是這些平地未建之前 包括著這個金灣的三組 那麼 斗門的紅旗 這些都是原有的舊城居住片區 也是本地人最集中的位置 那麼我們這個就是屬於珠海的三組 那麼航空新城海會 位於珠海金灣區三組鎮的安堂村這一邊 這個就是樓盤的大致上一個簡單介紹 再有的就是我們再講講交通 交通 這裡主要的交通是有幾大網絡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機場 珠海機場 目前珠海金灣機場是有飛往到珠海 過來非常之多的航班 由我們這個樓盤去到珠海金灣機場 大概是去到七八分鐘而已 是很近的 另外一樣東西就是我們的軌道交通 現在已經開通了這條叫廣珠輕軌的延長線 大家可以見到就是紅色這條線路 這裡就是我們珠海共北關閘的 這個珠海站 然後延伸過來 延伸過來這樣 來到這個橫琴站 橫琴站來到長龍站 這個是一期工程已經通過車的 二期工程就是長龍來到珠海機場這邊 也是已經全線進行貫行的了 我們樓盤步行出去大概十分鐘以來 就可以去到三組東站 現在是有航班可以去到我們長龍站 橫琴站和珠海站 可以這樣說 無論是澳門過來的人員 或者是廣州特城軌過來的 或者是在坎仔過到橫琴 長龍這邊旅遊度假區的人才 都可以經過這條金海大橋 輕軌來到我們三組東站這邊 乃至乎珠海機場站都可以來到我們這裡 可以說它是整條這條廣珠城軌線 中間這一個站點可以吸引著很多人 過到這裡 也是整條這條線路 樓價最便宜的一個站點來的 這個就是城軌線路 我們再看看如果對著香港 可以怎樣走 樓盤這一邊 沿著這條機場路 接著通到這條鶴港高速 現在是直接連通著 廣珠海大橋回到香港的 大概用時由香港 過到我們這一邊的話 整條約不要去到一個小時多一點 就可以實驗得到 這個就是我們大致上一個介紹 再找到配套 配套又是怎樣呢 周邊在樓盤 旁邊這裡有一個珠海科技學院 還有一個津義醫科大學 這兩間大學城 兩間大學在旁邊 特別這個珠海科技學院 有幾萬師生在這裡 因為學校對面基本上都會齊全的 學校對面有一個安堂的 安堂村商業街 無論購物購物各方面都在這裡 樓盤走過去就OK了 非常便利 醫療方面都可以見到 這裡廣東省人民醫院 就在這個樓盤過到去的話 都是去到十分鐘範圍以內 都是很近的 醫療商業都會更加齊全 如果想要大型一點的購物 可以去到航空申城這一邊 這一邊無論我們今晚的華佛雙都 或者說未來將會投入使用的 一些其他的都會陸續續開始有的 這就是我們的樓盤簡單介紹 這個屋卷的公寓產品 我們就看完了 做一個簡單的總結 給大家做一個簡單參考 其實如果按照個人的看法 這個產品 是投資屬性可能會比居住屬性更加高 至於第一來說單位方面會比較小 行樓率出租相對來說也會比較容易 所以可以說是投資屬性更加居住屬性 第二樣東西就是它的地段方面 它現在的地段是屬於珠海金灣區的三組鎮 亦都是陸近這個機場片區 在這裡其實大家如果有留意過 這裡因為它近機場原因 平時很多傷惑人士或者是這邊的空哥空姐 機場有些地勤人員 再兼斜旁邊因為有一個大學城區 裡面有幾萬師生 平時到了大學那些特別是 大家有沒有留意過 如果是考研究生的那些 因為這間是本科大學來的 它考研究生或者考博士的學生 它很大程度已經不會再住學校裡面的宿舍 因為宿舍動了可能六七個人 最少可能四個人 它對於自己溫習和補習的方面 就會差一點 所以他們在這裡租一套單位下來 作為他們考研究間 作為一個充斥 是大大感非常之對他們有幫助的 現在很多人都會這樣做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了解過 這間學校 這間學校 珠海科技學院 它前身叫做什麼呢 它前身叫做吉林大學的珠海分校 內地的話 如果按照學歷制度的話 大學其實分為有幾種 一個是我們的專科 另一個是本科 本科就是基本上可以叫大學的入門藍 現在很多外面的要求有本科的學歷 本科也有分為普通本科 跟著有一個重點本科 還有在普通本科之後 還有一個我們叫做B類的本科 B類本科就是剛才類似的那個 吉林大學的珠海學 珠海分校 普通本科和B類本科 其實最大的區別就是 B類本科每年的學費 以及每年的所使用的費用都會更高 所以讀得B類本科的很多學生 家庭的家庭都是在小康區別的 能夠支付得到這些學費 所以他們在外面的租套單位 對於他們來說 整體不會有什麼經濟壓力負擔 我講了兩件事 航空那邊所帶來的一些租務人員 跟著學校裡的租務人員 跟著現在大家留意 那個我們有介紹過的三組東站 這個站點是連接著那邊呢 連接著橫琴長龍、橫琴關口 以及去到珠海的拱北關閘 甚至乎再遠一點的 這條海接播到的廣州 每年想想 每隔兩年珠海這邊的機場 就會舉辦一個大人的航展 吸引你的人流是非常之多 再有一個另外一個是什麼呢 另外一個就是珠海的那個長浪國際馬戲戰 這兩大戰會不斷去舉行 不斷去舉行 帶來珠海每年非常之多的人流 帶來提供這個旅遊城市的一個人員 所以這些人員的話 可以通過這個城軌 來到三組東站這一邊 租務在這裡的一個小單位 每年是非常非常之多的人 所以可能這個位 他有一個投資下來的收租屬性 投資屬性可能會比居住屬性更加高 如果有沒有居住屬性的機會 其實都是有的 畢竟按照整個珠海金灣來說 珠海金灣區 這個入場價整個屋苑 40平方的話 如果是50多萬 這樣入場可以說 基本上是最低的一個入門藍單位 如果是珠海金灣區 上班小單位 然後有配套完善 這個值得考慮一下 始終來說 你50多萬是珠海很多地方 已經是入手不到 買不到東西 再兼且這個 它不是普通40年期的公寓產品 它是70年期的 帶有絲柳性質的產品 只不過是單位比較小 不同概念在哪裏呢 還有它年期是70年比40年長了之外 兼且它是可以入讀到當地的校網 或者是一些人來到這邊 可以內地叫做落戶 這兩點是很重要的 對於這個屬性的支持 買一層樓 除了有可以自己住之外 兼且這些落戶或者校網 相信是會比40年期的公園更加有及人力 未來轉手 亦都會考慮到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配套方面 老實說就是差一點點 都是它最大的短板 首先 配套大家看到 下面這些房子 基本上是三組安堂村 這邊的舊樓 下面配套是齊 只不過整個環境市場是差一點點 不過如果你這樣想 它如果是建好高樓林立 好像今彎的航空城 它就不會指這個價錢 你不可能五十多萬 就能夠買得到一套開放式產品 第二件事就是 如果建好高樓林立的話 你山景海景這些就會有遮擋 它這樣反而會保持著一個非常開揚的景觀 就是有利有幣 全看著大家怎樣去考慮 好了我們今天的總結就做到這裡 有興趣的朋友歡迎聯絡我們自家兄弟 我們下期影片再見 各地深正推動成交再度次元 2024年房地產市場再度備受關注 你有興趣跟我們自家兄弟過來大灣區這邊看樓 自家兄弟現時為客戶量新訂造專屬行程 無論在口岸的語約接待 又或者在香港這邊直接出發 提供點到點的看樓安排 帶你品嘗當地特色美食 盡責為你提供各個樓盤的資訊 看樓全程無壓力 讓你可以輕輕鬆鬆選購深水單位 然後簽署應購書一刻 我們的服務才是剛剛開始 無論是匯款、簽約、代辦、手續 我們都會為客戶提供貼心而全面的協助 後續我們還會提供自家兄弟的專屬管家服務 由買樓、收樓、驗樓 到單位的軟裝精裝設計 以至是訂製家師服務 自家兄弟都能夠為你一一辦到 可以和你一起選購裝修建材 以至是單位內每一個細小的組件 更有提供資訊豐富的網上平台 讓你自主了解各個樓盤的詳盡資訊 無論是市場熱華、獨家折扣、熱賣靚盤 我們都第一時間通知你 我們誠邀你跟我們到灣區各個城市 選購你的深水單位 專屬訂製路線考察 可以天天出發 灣區的生活有多美好? 讓自家兄弟帶你來瞭解一下 如果還未訂閱我們自家兄弟頻道 可以現在訂閱和按旁邊的鐘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影片 下條影片見 拜拜